在2011年以前 很多人都可能和中欧班列驾驶陈志武一样 从没想过可以定期载着货物直通欧洲 而且运量还这么大 像这种车速度是80 这个专列的话是120 我们就喜欢一路通 不喜欢站站停那种 这班从东莞石龙出发的中欧班列 将在19天后抵达德国杜伊斯堡 运行距离13488公里 直目前运距最长的中欧班列 陈志武要与其他实名驾驶员 接力完成这趟任务 而这段漫长旅程 第一站将停靠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 满洲里 位于满洲里口岸的铁路连检大楼 中欧联合办公室是这里的特色 进出口业务一站式办理 是在中欧班列开通后 连检大楼内业务最大的变化 每一截车一个票据 每一个集装箱一个票据 这是货物的身份 有很多货物都是通过俄罗斯进到北欧 欧洲的 满洲里票据传递员李志强 要和出国进的中欧班列驾驶员江绍坡 共同完成中俄边境两波的曝光工作 出境与入境 除了手续繁复检查严格 因为中俄铁路轨距不同 列车到了俄罗斯边境 后备加尔斯客栈 还要将货柜转换到宽轨列车上 再由俄罗斯铁路公司 接手将货物运送到下一个国家 是中欧班列最耗时的地方 你这个从满洲里拉到这个 古家尔然后再回来的这个 上班时间应该是多少 没有特殊情况下八个小时 那现在呢 现在一般平均的还多少 一般我们平均来回得15个小时吧 现在在满洲里的列车驾驶员 平均两天出班一次 平常更要24小时待命 这与满洲里不景气的过去 已经完全不一样 中欧班列让素有东亚之窗 称号的边境小镇满洲里 再次迎来繁荣景象 不仅是第一线的班列工作人员 感受深刻 中欧班列所连接的城市 更有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中国大陆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 是第一班中欧班列的代孙地 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 笔记型电脑生产基地 世界上每三台笔记型电脑 就有一台产自重庆 但你可能不相信 在七年之前 笔记型电脑在重庆的生产数字 是零 如果走海运到同样的目的地 需要一倍的时间 走铁路时间可以缩短 然后在费用上面来讲 只有五分之一的 空运的五分之一的费用 所以也是差很多的 所以我们客人会走这条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到重庆来 在广达落户重庆后 笔记型电脑产量 从一年七百万台 到现在已经达到两千八百万台 让惠普 宏基 华硕等大厂 与富士康等六家台湾代工厂 也纷纷跟进 中欧班列改变了产业 也改变了这座城市 应该说它使重庆 从原来一个内陆的城市 已经变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城市 正在变成一个国际的 开放的物流疏流城市 除了重庆 有着彩云之南美城的云南 也鲜少有人知道 这里是一百八十万亩咖啡种植地 每年有数十万吨的咖啡 大部分都出口到欧洲 如今中欧班列也让云南的咖啡 更具竞争力 像我们去年 我们分别在昆明和重庆 发了两个专利 我们在欧洲是允许震动的 很多欧洲客户 就到火车上去等着要火了 有了中欧班列 它也多了一个选项 跟重庆跟成都进行联盟集结关系 所以给云南打开了 西向开放的一扇窗 从2011年起到2017年9月 中欧班列已经突破五千列次 通过52条铁路通道 开往欧洲12个国家 32个城市 就金融专栏作家众文表示 不要小看这源源不绝的货云列车 它不仅是重启古丝绸之路的 经济纽带 更是中国主宰全球地缘政治的宣誓 不论这评论有没有不同声音 这条现代钢铁思路 都在创造它自己的历史 这条现代钢铁思路